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的发展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温饱是第一要件 先管有没有的吃 我管它山穷水尽 可是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不是只管吃饱 对不对 你会想吃好 在吃好了之后呢 我想吃得更安全 吃得更安全之后呢 怎么样 我会开始注意到别的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教育啊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空气啊 保暖私淫欲 不是这个意思 人的诉求本来就是不断上升的 我知道肖肖刚才调侃我们调侃得很厉害 她说哪有你们这么娇贵的人 哪有你们这么挑剔的人 可是请了解一件事情 一个国家最大的骄傲 就是她培养出一群娇贵的人民 为什么 因为你上升了 你在意别的东西了 如果我们根本不在意空气 我们根本不在意空气 这个国家代表它根本还没起来 你懂吗 GDP变成唯一的指标 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嫌我们挑 你要为我们感到骄傲 更重要的是 我非常好奇各位 我非常好奇各位 你们居然会觉得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选择 你们会看得这么重 No 选择城市并不是那么重大的事情 城市不是注定的 是你的选择 你这辈子早就做过好多选择 你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每一个人但凡念过书 你一定都是离开了 你原本的城市到一个地方 就是为了念书嘛 甚至很有可能你谈个异地恋 你也会离开原本的城市 到达一个新城市 为什么 为了爱情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把它弄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弄得变成人生很大的抉择 甚至甚至上升到价值观 我女朋友在弄我过去 这跟价值观有什么屁关系 我们可以轻易地 离开一个城市 到一个新城市 甚至某种阶段的时候 也许会为了好奇 而到了一个新城市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现代人 这现代人活的是个气体 古代人活的是个固体 安土中千 我的女儿嫁到山对面的那个村 基本上就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了 所以呢 叫西出阳关无故人嘛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从台北飞到北京 三个多时 三个半小时也到了 现在地球村 天涯若比林啊 什么叫天涯若比林 就其实你所谓离开 真没离开到哪去 就从村头到村尾 你难道没有朋友来你家里 在你客厅抽烟 你说那我到隔壁房间 避一避的那种过程吗 那就是隔壁空气不好吗 你就到隔壁避一避咯 你以为你真的离开到哪里 你以为为什么 要带那么多离别跟伤感 那都是不必要的 那都是以前的那种观念 这些事情之所以 为什么我说 如今想这问题想那么久 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的奋斗哪里都可以发生 你是气体 你是气体 你有翅膀你可以飞行 我觉得他说的那句 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这样说的吧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因为刚才 他们两个小朋友在讲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这么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不想离开 我就觉得好像 不需要那么不自信吧 你这么厉害 你换到台北 你换到任何 是我这么说 主要是因为老板在这 其实说到我也是可以走的 你现在出门 打车就给我走 好 接下来 非常期待陈铭老师 来 加油 平中学长说的有几句话说得特别好 跟我想讲的正好结合 就是城市是可以选的 该怎么选 我们要认认真真谈一谈 怎么选一座城市 去生活 现实点讲 空气问题本质上是个钱的问题 家里一套新风系统 车上可以装一套小米的空气车载净化仪 真的 对吧 路上好一点的口罩 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环节装备 大家只要配备上 瘫到每个月不超过200块钱花销 我们不一定能解决雾霾 我们能解决我们鼻子前面的空气的问题 而且这不贵 问题是 这一个月就多花不到200块钱 但是你呆在这座城市能多赚多少钱 大哥 就要比一比 你们一张就要说 这个东西重力差 这个东西伤了我身体重力贵 好处呢 好处呢 没有一个人提 思维方式有问题 所以这是我反对这个变局的根源 然后我要提直冯老师 深深打动了我的一句话 一个国家的骄傲 就是培养出 或者说拥有一批 在意自己空气的人民 太棒了 人民的骄傲呢 是当你做的城市 空气差你就走 还是改变它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生活的动物瞬间也很真实 我女儿两岁多 在家玩手机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然后医生都会说 孩子远离电子产品 对眼睛伤害非常大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内心很纠结 我做一个父亲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是教传媒的 我很清楚地知道 未来的时代本质上是个信息时代 你不会用这些信息的基本载体 你这个时代就越来越远 那一瞬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孩子这一代人 生活在信息时代这一代人的 有一个必然的代价 是视力会有影响 这件事情我就这么一想吧 我突然有点忧伤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一代人 都有一个宿命中的代价 工业化大生产的必然代价 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能不能解决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但我知道我们有解决过 1950年到1960年的伦敦 一次烟雾事件 死伤一两千人 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 曾经是被认为永恒的难题 今天南天白云是怎么来的 是他们城市的人说走吗 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的 我们开着汽油车换电动车呢 一步一步来行不行 我们可以有路做的 但是不论哪一条路做 无论是民众意识的觉醒 无论是大家开始呼吁 无论是说立法的推进 前提是你得留下来 你得做些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好像就是把它扛住 当然你有选择走的自由 我们也有留下来 争取一点骄傲的权利 还是那句话 国家的骄傲是在于 人民在意它 在意的方式应该是发出声音 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 让它在关注这些事情 而不是拎包走 因为那样 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落到最后 我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 一个人的选择总是简单的 一群人的选择 是可以开出花来的 扛起点东西 一切都会好的 谢谢大家 爱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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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奇艺